这张照片里巴菲特的手 亲近的搭在旁边小伙子的肩上 彼时26岁的黄征还略显拘谨和青涩 可能巴菲特也想不到 这场午餐的配角 在十几年后 创造出了一家市值千亿美元的公司 2006年步步高的创始人段永平 以62万美元的价格 成功中标巴菲特午餐 成为与巴菲特共享午餐的中国第一人 根据规则 他可以带六个人共同前往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还在美国谷歌上班的黄征 参加完巴菲特午餐的第二年 拼好货和拼多多正式合并 并于2018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上市之初市值240亿美元 直至2020年6月16日吧 拼多多摸上千亿美元市值的门槛 这个过程拼多多用了不到两年 黄征在回忆那顿和巴菲特的午餐时说 巴菲特讲的东西其实特别简单 是我母亲都能听懂的道理 这顿饭对我最大的意义 是让我意识到简单和常识的力量 而如今想和巴菲特吃一顿午餐 得到巴菲特的指点 低于千万也是不可能的了 2020年4月7日 乌伦巴菲特以73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的财富 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四位 如今以90岁高龄的巴菲特 将他的发迹 赚钱逻辑 管理公司 以及如何把控人心 写成了巴菲特给儿女的一生忠告 写给了他的三个儿女 包括财富 处事 性格 事业 超过40条忠告 在这本书中 他说 做优秀的投资者并不需要高智商 只需要拥有不轻易从众的能力 在别人贪婪时要保持警惕 在别人警惕时就要贪婪 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我只对现实感兴趣 从不抱任何幻想 尤其是对自己 这本书无论是给你 还是你的孩子 都值得一看